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栏目主持人服装由蓝地高级定制友情赞助 同时当然还要感谢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老师们 掌声欢迎著名节目主持马丁马老师 情感援助专家安妮玫瑰老师 下面是大家很熟悉的世纪家园的高级副总裁曲伟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我们今天的明星夫妇是著名演员沈丹萍巫伟夫妇 欢迎他们 接下来就是要请老师们帮助今天走进节目的嘉宾朋友 抱怨他们的爱情 我们先来看第一队 马上开始 我们从小就认识一起长大 慢慢对彼此有了好感 我们就走在了一起 马上就要结婚了 他突然之间和我提出分手 相处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他的脾气特别大 落车当中复制哪句话 惹他生气 他对我又打又骂 但我感觉打是情骂是爱 他说我在故意伤害他 可是我真的很爱他 我不会故意伤害他 每天过的都是担心受怕的生活 我真的不想再联系下去 突然哪天 惹他生气了 又该动手打我骂我 我们的家人也很支持我们的婚事 正在为我们的婚事做准备 他突然之间和我提出分手 我感觉我无法接受 来 咱们掌声请出他们 看老师怎么帮吧 来 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小杨 25岁来自黑龙江 霍特斯基 女主人公小娜 22岁来自黑龙江 超市职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欢迎你 发小儿 对 我们从小就认识 我们是同学 小学一直到初中毕业都是同学 你们俩是什么时候定下了 说我们俩要在一起的 我们从小在一起玩 我对他的感觉非常不错 去外边打工 他在超市卖货 我去送货 突然就压 这还是我们一个村的一个姑娘 还是同学 我们俩就开始交往 两人应该按你们农村的习村 应该订婚了 对不 对 已经订婚了 就马上都要结婚了 他现在突然之间要和我分手 所以我无法接受 我真是惹受不了 他这个暴力了 他打过你 我跟我一次跟他动手 是在什么时候 怎么动的手 第一次是他叫我去 他父母家吃饭 然后我之前也说过 我说你不管做什么事 你之前通知我一下 万一就说有什么事 我要是有事的时候 我哪有时间去通知你 我不去不了吗 就说不去 他就过来找我 说那些很难听的话 我就打了 确实打了那些耳光 他就这么 巴就立下打到我脸上 但是我很疼啊 我真的想回手去给他一碗 但是我忍了 哎 这确实爷们啊 这个确实男人 我的本意 说我就想故意去伤害你 因为我在我的心里 是爱你的嘛 我也认识到 我以前的错误了 今天我就是来改正 我的错误 因为从你以后 我不会再犯 就是说以前的错误 我也不会动手去打你了 骂你了 那你温柔地 跟他说句话行了 亲爱的 我错了 我希望你能 给我一次机会 我真的不想跟你这次机会了 我怕 我怕你真的 哪一天你真的会 我们真的结婚了 你会不会用刀对着我 基本听明白 就除了这个 你们俩没有其他冲突了吧 没有 以前也都是好的一面 也都是有的 好吧 那你帮我总结一下 就是在你心目当中的 那个男朋友 是一个什么样的 你就不会打他 不会挠他 不会抓他 就是说做什么事之前 你可以跟我商量一下 不要有一些坏的毛病 就是坏的习俗而已 我也没有说要求很高而已 听明白 他除了不洗澡 还有什么坏的毛病 自己的袜子都不洗 就是说简直衣服 什么都不会洗 不会去洗 就是说 还有呢 跟别人喝酒 就是一夜不归 还有吗 再也没什么了 就这些毛病改了 你就不会打了 对 不改还会打 不会了 从以后也不会了 你觉得在你心目当中 最完美的女朋友 是什么样的 先妻两母 会照顾孩子和老人 家里整得干净一点 对我好一点 他具备哪几点 家里收拾干净 做我爱吃的饭菜 照顾老人 这都具备到 就他这暴脾气 现在他很难改 这怎么办呢 老师们你们来吧 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就说女嘉宾 这个打情骂俏 这事儿 让你发挥到了极致 我想问你一个深层四角的问题 就是以前你的父母打你吗 不会 那你这个动手打人的习惯 是他灌出来的 还是你什么时候就有的呀 不是灌出来的 就是以前他就说 我感觉坏毛病 就是说我已经跟 就是口头说过 我说得我想要他去改 但是他没有做到 然后就开始动手了 为什么会要动手呢 这事儿想不明白 尤其是一个女孩 他在之前和我说了 他从小看见他的父母 打仗他父母一直在旁边哭 他又自己觉得说 我长大我一定要做个女强人 他这种 所以你没有说实话呀 其实那种暴力倾向 其实是从你的家庭的教育 就已经给你一种 潜移默化的影响 对 确实是 我的父母在吵架的时候 我母亲只是在一般偷偷地哭 当时我就是感觉 没事不用讲你当时的感觉 我们找到原因了 那我再问你一个感受 你看到的这种打的一个结果 你心里是好受吗 不好受 那你现在要打他 他的感受会好吗 不会 而且第二 你把他当成到底是老公 用来依靠的 还是当成孩子用来教育 当成老公来依靠的 但是你的方式方法 就是教育小孩一样 我刚才你也说过了 你的感觉他是孩子 他做的不对 你要打他 就能要教育他 在夫妻或者说情侣之间相处 绝不是一方比一方强 绝不是一方在教育另一方 尤其是用打的这种方式 所有的爱都会被你打跑 所以我想从今天开始以后 我会改的 我会就是说改为成为他心中 心目中的那个温柔的地方 我问你第三个问题 他为什么不还手 因为他爱我 他为什么不还手 对 那你对他爱就是要打他 是吗 这种打是很伤他的 不光伤他身体 更伤他的自尊 情侣相处 男人是最讲的自尊的 女人最讲的安全感 你用这种暴力的方式 把这种安全感给打没了 同时又伤害了他的自尊 这是非常非常危险 这种暴力的行为 一定会让你们之间的 情侣的关系 被一圈一圈地粉碎掉 男孩 其实我觉得 他打你也有你的问题在 你逆来顺受了 往往情侣之间出现的问题 都是双方的问题 我自己想了 毕竟我们是从小 尽力的感情 所以我就引受了他一种 对啊 你就纵容了他这种 打你的心理 对 在第一次他出手的时候 你就应该教育他 不是用手教育 用嘴用的勾处 我跟他都已经说过 你怎么说的 我说这样的日子 我真的没法 跟你进行下去 这样的日子过了多久了 过了二年 两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你要让自己成熟起来 你的不成熟 纵容了你的女朋友 没有这种暴力情形 每一个人的外表 都是心理状态雕刻出来的 我就给你们总结出 这么几个字 叫欢喜小烟假 你看男孩子 反而有点柔弱 女孩子 反而有点女汉子 我要提醒女汉子们 所有的 过度的 男性化的女汉子们 没有一个感情顺利的 所以 请你 从内心里 认同自己的性别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你刚才说了一个 打是亲骂是爱 这句话就透露了 你认为 夫妻的亲密关系当中的 这种沟通 爱的沟通 就是靠这种打 来进行沟通的 是一种 你首选的一种 或者说无意识当中 选的一种沟通方式 这是源自于 你爸爸妈妈的那种 沟通方式 给你潜移默化形成的 那你不喜欢 你爸爸妈妈那种 打打闹闹的 生活方式 对不对 对 现在你就是在重复 只是变成了 你打 他难过 你把所有的 你妈妈 当时你看到的 那种悲伤感 全部都放到他身上 你就知道 他心里有多难过了 那还有一个呢 你对你爸爸的不满意 不能放到 你的男朋友 未来的老公身上 他是一个独立的人 请你珍惜他 当你拿酒瓶子 去划伤他后背的时候 你已经违法了 他完全可以打110 你马上就被拘留 他没有这样做 源于他爱你 就为了这一点 你好好地反思自己 如果这种就是暴力行为 形成习惯以后 自己很难改正 我建议你呢 可以通过 找一些那个专业的 比如说心理医生啊 或心理咨询师啊 用一些专业技术手段 帮你去调整 这个男孩子 我要提醒你了 你为什么会对他 这样的纵容 因为我们从 有距离的这种感情 我不想失去他 我理解 你非常爱他 你也很珍惜这段感情 宁肯自己退让 忍辱负重 对 但忍得已经过头了 忍到了没有尊严 有的时候 可以适当地说不 当触及到 你的人格尊严 和做人底线的时候 坚决地说不 你绝对不能拿 自己被受伤害 来换取一份幸福 女孩啊 打人这事 你打得的时候 你感觉怎么样 打的时候感觉就很爽 就是说 爽吗 打完还爽吗 不爽 心里难受 心里为什么会难受 因为我心里还是依然爱他呀 但为什么夏威还会打呢 因为他总是记不住啊 我跟你说 我认为你打的时候爽 打完了心里依然爽 因为你打起到了作用 虽然你有点后悔 但是打了以后 好像他就乖一点了 打一回他改了一点了 打有用 所以我继续打 对吧 不会了 从现在开始 别发誓 没用 发誓容易做到难 你信吗 你将来以后再也不会动手了 我相信我能做到 你信吗 我不相信 我跟他一样 我也不信 为什么 因为他是挨打的人 他不敢相信 因为他肯定不止一次跟你说 再打打两就分 你也肯定不止一次再说 我再不打你 只要你改 但是今天站到这儿 是因为所有的承诺都不管用 所有的发誓都化作流水了 对 不是 今天来我也是想改 改到我以前所有的坏毛病 你要想做到 必须从心里得知道 被打是有多屈辱的一件事 所以我建议啊 我建议你找一个搏击俱乐部 你带上所有的护具 你跟教练说 我今天是来挨打的 我想尝一尝被打的滋味 不行 为什么不行呢 你都能出血 都能掐大腿内侧 为什么你就不能瘦一点打呢 因为挨打 这滋味很不好受吗 你又没挨过打 你怎么知道呢 你就去尝尝挨打的滋味 姑娘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吴老师要说话了 必须要 不要说你 您在家里也被打呀 你有好像觉得我是母亲父亲 我有权利打他 还有他那么弱小 他不会反抗 但是我告诉你们 小孩在三天的时候就有自尊心了 他会觉得很耻辱 一个孩子在十岁之前 遭受父母暴力的孩子 他将来的暴力倾向 是不被打骂的孩子的很多倍 非常非常高 所以我就想跟这位女孩子说 父母之间的暴力影响了你 非常危险 江山豪改 本性难移 好 下面说我的暴力 请教 我先跟吴老师说声对不起 我从小 哎呀 我从小基本上就是在 是有力量完成的 为什么不完成 这都是问题 接下来是你们自己的表白时间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呀我真的希望你能给我个机会 因为我以前我也不是说有暴力的一面 我只是说是感觉打是心骂是爱那种的 但是我以前也为你做过很多你喜欢的事啊 因为比如说你爱吃的菜我也经常做 我们之前就从小建立感情 你知道这样放弃吗 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你的好的一面也记在我的心里 我我们从小建立的感情 我也很珍惜 我忍了你多少回 你还是不敢 你打我 骂我 挠我 甚至是摔碎的酒瓶 你让我身上火 我真的忍受不了你这种生活 必须要和你分手 我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挽回咱们之间美好的感情 现在我也说了 我指甲也剪了 我什么都是为你改了 你能接受我 我希望你能真正就说得在你内心里接受我 我真的不知道哪一天我们真的结婚了 你会不会做出更伤害我的事情 不会的 因为在我内心里就是爱着你的 马丁我现在同意你的观点 真的不会改了 好强势 我第一次听到一个女孩子说 我想挽留一个男孩子留下来 说得那么硬邦邦 甚至是命令式的口气 好好想想吧 来 两位请回 来 请关门 没有人受得了暴力 不管施暴的那一方是男人还是女人 只要你施暴了 这个行为本身就会遭到人们的唾弃和憎恶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来 一起十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我错了 我就是给你最后的一次机会 我希望你是能改 我会真心为你改的 试能改是吧 对 因为你喜欢施暴说明你觉得你很有力量 对吧 以前是认为 为了弥补你过去的这个错误 请你把你的先生抱起来 你想做汉子吧 你得体会各种东西吧 抱不动 喜欢打吗不是 你练力量啊 下次的还手怎么办啊 你抱他 所以如果他那什么呢 打死你了都 多傻 来 接下有请我们的小话筒 来 有请 感谢杰利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套装礼盒 人家的意思就是说 你把这个礼盒送给他 就代表着你对他说 哎呀 有你才完美 我们一起来见证他们这个神圣的时刻 亲爱的 你嫁给我 以后你 你一定要改 我一定会改的 因为我现在非常非常的爱你 我也会为你改掉我以前的那些 坏毛病 谢谢你们能来 祝你们幸福啊 最后还想说的是 家暴 一定要远离 不管是什么 没有原因 一定要远离家暴 接下来他们碰到的事是什么样的事呢 各位 请看 我们在一起相处八年了 经历了风风雨雨 最初我跟他在一起相处的时候 我们每天可以说无话不说 但是现在呢 可能因为工作关系特别忙 我们反而不会沟通了 彼此之间感觉没有信任 我知道我现在出去的时间很多 在感情上和在时间上忽略了他 可是我这么做 都是为了让我们 有一个更安全更稳定的环境 谈到结婚的时候呢 反而感觉不是我想要的婚姻 我不知道我今天的付出和努力 以及我现在要的目标 是不是伤害到了他 或者说是 是不是真的 已经让我们不可能在一起 让我感到到自己现在也很无助 这个标题出来的时候 其实有颇多的感慨 人生能有几个八年 真的时间久了 会让爱情褪色吗 老师们能够帮助到他们吗 来 接下来掌声请出这对情侣 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刘子凯 37岁来自辽宁 女主人公王英 41岁来自辽宁 小宁自由职业者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八年是吧 对 为什么跟他相处 八年没跟他结婚 我是想做得更好一点 因为作为一个男人来讲 一定要可以一个女人 一个更安全更稳定的家庭 在刚跟他相处的时候 钱都不是问题 而且我们在很快的时间 就注册了公司 而且公司营利也特别好 不到半年的时间 我们就赚了十多万 等于这个白手起家 艰苦创业 那个时候特好 是吧 对 一两年前 发现不行了 对 你给我举一件 你们不能沟通的事的例子 他为什么不想嫁给你 他就是我没有安全感 你为什么没有给到一个女人安全感 你做了什么坏事 没有夜不归宿啊 没有 他回的比较晚 下半夜三四点两三点都有 干嘛去了呀 有的时候吧 是和这个客户之间 有的时候吧 和是我的朋友之间 干嘛呢 就是喝酒吃饭玩 我也是迫不得已的 说句实话 我也希望早点回家 就天天有酒喝是吧 客户朋友很多 大连本身就是一个旅游性城市 很多外地的朋友来了 我要招待嘛 那你为什么不带他一起去喝呢 他不喜欢那种环境 也不喜欢社交圈这些朋友 他除了这个 你就没别的不满了吧 还可以吧 你想娶他吗 当然 有多想 现在就想 为什么那么想娶他呢 因为我们出了八年吧 有这种感情是在一方面 最主要的是 我特别认同他这个人 孝顺父母 这种品德 在我衡量来讲 娶媳妇这是第一个标准 第二个 他虽然是管我也好 还是说这些手的方式 我觉得他都是为了我好 都是为了这个过日子 但是呢 现在就是说 有一定基础了 我们可以结婚了 他现在却又退缩了 这就让我很纠结和矛盾的地方 我看 讲的经济条件也好了 这男人也没变坏 你怎么就不结呢 我这个人很独立和个性的 其实 跟他在一起 我感觉 有的时候很委屈 因为我跟他势必在一起 八年了 他对家庭这个概念 根本就没有多少 因为在家里都是我照顾他 可以说洗衣做饭 我从来没有让他超过西 同样每天在外面坐一偶 我有的时候也是十点多回家 没吃饭的情况下 他都不会够做 那我这么理解行不行 解决了什么问题你就讲 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在一起八年了 现在我们的感情 可以说应该是一个升华的年龄 只是现在当下 有一点点小小问题 虽然你是咬着牙说 再考虑考虑 只不过就是嘴硬而已 你们共同的过苦日子 过得非常的棒 非常的恩爱 但是你们二位没有做好 过小康日子的准备 所以现在出现矛盾了 应该怎么对待物质 在物质之上 怎么去建设 两个人新的精神世界 就这样的小问题 只要把它解决掉 你们OK 没有问题的 你了解你爱的这个女人吗 对她我了解点吧 女人都有一项特殊技能 叫什么感觉 在你爱的这个女人 老公卡里有多少钱我不知道 我老公的一切我都不管 反而就是 夫妻关系非常稳定 因为相当就各自自律 她已经把卡交给老婆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 对一个女人 以她的这种家庭背景 已经是做得非常棒了 所以你一定要认同 这个男人 能够把财政大权给你 很牛 只是你自己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在晚上 跟朋友应酬的时候 10点 11点 12点 打个电话 说老婆你睡了吗 别害怕 你看这帮朋友真烦人 我挺想你的 做梦梦念我 就这么一个电话 你老婆 她她时日在家里呢 就你一个电话都没有 拿着你钱都不开心 对 其实安妮老师 交给你的一个沟通 即使你短时间 你的事业很忙 然后你没有时间 去陪你的爱人的话 要各种方式的沟通 让她有安全感 我觉得我们俩在这么多年 在一起的这些 她应该了解我的 不需要去再 你都想当然吗 赋予生活 人随着物质 她的这个精神生活 要求会越来越多 你一定是忘了 她有精神需求了 光给钱不够 给一个电话 一个短信 就一个就够了 明白 和女方说两句话 因为看你的资料说 你以前也做过手机行业 对吧 然后也自己开过美容店 其实她也是一个 其实内在是一个 女强人的这种感觉的 我觉得现在可能 你多多少少有些缺失 有些失落 因为可能你为了这个家庭 你可能放弃了很多东西 对的 同时看到你的男人 现在越来越成功 反正你自己的自信心 越来越差了 就这一点 你要做一个 自己心理的一个调节 不需要让自己的信心去丧失 你应该用各种方式来鼓励 来支持你的男人 在外子奔事业 当然多沟通 多理解 这是你必须做到的 刚才 安丽老师说的观点 我不同意啊 男人把钱给了女人 只代表说 我这个人 你可以管得住 或者说我把人给了你 就代表把爱留给你了吗 这都没法划等号 我问这女方一个问题吧 把钱给你这位男人 他最近的一次 让你特别感动 是什么时候 还没有吧 对我做的感动的事太少了 之前有没有做过 之前有过 在我在外面做业务的时候 然后遇到一些挫折啊 或者是一些心里不舒服的时候 回家跟他说的时候 他一般都很理解 而且他会给你分析出来 一二 告诉你再去怎么做 每次他说完之后 我心里都特别舒服 而且有的时候 他就是说 在我做错的时候 或者回家跟他发脾子 他都能做到 多久没这么做过 这一两年吧 每次我跟他说的事 他就说 哎呀你这些人病共谈 你遇到死了 烦死了 你看 一两年都没有过 让他感动 让他温暖的时候 就给你钱 大家是觉得 这可能是爱吗 连关心都不够 连关心都不够 特别忙 所有的他都不满意 都因为你的忙 对吗 对 我觉得不是忙 另外一个字 装忙 大哥我不信你365天天天喝酒到后半夜 你是不是有跟朋友聊天的饮 有不回家的饮 有能在外面多待一会儿就多待一会儿的饮 没有 当初可以三点喝完酒 五点到人家楼底下 就为了给人送一早点 现在就可以说 本来十点可以回家 但是不回 一定要熬到三点 为什么 回家没事干 聊什么呀 都在一块八年了 还不是跟哥们聊聊天呢 你回答我问题行吗 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有装忙的时候是吧 你要想把这个 把这个大姐娶回家 你就把那个装字去掉 再这么忙 要留时间给爱人 我就实话实说啊 他们八年都没有结婚 肯定问题很多 问题多数是在于这位先生 在某种程度上 是利用了这个女孩子对你的好 啊我忙 我为了挣钱给你 对吧 然后在外面就是 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不愿意回家 不愿意给她温暖 那我再紧接着说 这位女性 我感觉她对你的爱 是没有改变 她要娶的是你 这点很可贵 现在你知道吗 三十岁的女孩 有的男孩都挑呢 你是四十一岁 钱也在咱手上 我还是相信 安妮玫瑰老师的话 给你钱很牛 多少男人既不给你钱 也不给你心 不是说的我啊 也不是说的你 你们俩 好好地沟通一下 都要互相迁就一下 八年了 对吧 我说完了 谢谢陈老师 年轻的时候 我们都犯过错误 其实你那个想法 好多男人都有 你就会觉得 我忙不就是为了个家吗 但是后来 我们再往前推倒一步 发现 就是因为 为家这个举动 把这个家给丢了 或者没了 那这段话 我自己的理解就是 我现在给自己 定了一个硬标准 就一个月不超过四次 应酬不超过四次 减吧 真的把应酬减了吗 可以考虑一下 怎么去要求 别老是吵了 今天在场的所有人 其实是 希望你们这段 八年的情感 能有一个最终的结果 但是这个结果 不是勉强 这个结果是在双方 都改变和适应的基础上 去达成的 来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我可以过一会 我拦着你了吗 老高 我知道这么多年来 其实你一直在我身边 帮助我 支持我 原谅了我很多过错 其实呢 这么多年 我只不过是想做得更好一点 别的夫妻能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想提到你什么样的生活 通过这些这个事吧 知道了以前跟你交流和沟通的很少 以后 我一定改掉这些毛病 你要是有什么这个要求和想法的话 你就告诉我 好吧 我不希望我们八年的爱情 就这样断走 我希望我们在一起 不光是八年 一定要是八十年 八百年 嫁给我 好吧 你知道吗 其实 每次回家的时候 我父母都在问 你们俩出的好吗 我每次都这么回答 你知道吗 我们俩很好 我们俩过得很好 你们都放心吧 可是我又担待了多少 你知道吗 你的朋友圈 你不觉得很乱吗 而且我们的年龄又不是二十多岁 我们没有机会再去玩 你知道吧 对不起 时间到 来 两位请回 从今晚后 还去跟那些胡鹏狗 有干坏事吗 好 两位请回 来 请关门 他们的生活不像爱情生活 更像是婚姻生活 我观察了一下 稍微上点年纪的观众朋友 都有会心的笑在每一个点上 推开一扇家庭的窗 你看到的是社会的一个 很小的一个折射面 一起来数五个数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杰利亚提醒您 精彩栏目马上开始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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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二 四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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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会浪败 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感谢杰利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套装礼盒 一会儿你把这个送给他 就代表你对他说 在你的爱情世界里 爱要有你才完美 感谢天津东尼佩吉钻石 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精美的钻戒 接下来这个时刻属于 一对长跑了八年的恋人 来各位我们来见证他们的求婚仪式 在我的世界里有你才完美 不是这些完美是什么意思呀 你也没说要不要娶人家 不用说了嫁上我 嫁不嫁呀 肯定嫁的 祝你们幸福 谢谢啊 好 谢谢你们 祝你们幸福啊 祝你们幸福啊 接下来是我们的老师们 先进先策的时间了啊 进入我们的杰利亚爱情宝贝 给男人花钱不如给男人尊严 照顾吃喝拉撒不如拴住男人回家 好女人是男人的学校 好男人是女人的美容院 我快有三十年的婚姻了 我崇拜婚姻 婚姻使爱情变成了亲情 亲情是不可以伤害的 是永恒的 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由杰利亚 独家冠名播出的 天津卫视的爱情保卫站 我们相信爱要有你才完美 关注据划算 关注杰利亚活动 既有机会赢取杰利亚官方旗舰店 爱情海双人浪漫之旅 本节目是由娃哈哈格瓦斯 特别赞助的下期节目